- 全新的Defender - 全新的Defender - 等他等好久喔 - 全新的Defender - 它是10的版本 - 全新的Defender用的是D7X的平台來打造 - 重點是它是一個全鋁合金的單體式的車身 - 哇這個很厲害 - 以往傳統的車停的話 - 要加強了它的強度要三倍以上 - 是 沒錯沒錯沒錯 - 那最主要這次在越野的部分上面呢 - 其實它加上了一個這個 - 全D型的二代反應系統 - 哇這個模式就非常非常驚人 - 總共8加1到9種模式 - 當然有所謂的省油啦 - 有所謂的舒適模式 - 以及各式各樣不同D型的一個 - 這個越野反應的一個這個測試 - 全部依照你自己的一個設定來去做選擇 - 包含了這個動力的輸出啦 - 插速器的選擇啦 - 然後呢這個 - 懸吊的設定啦 - 反應部分都可以做自己的一個這個控制 - 這個真的是蠻厲害的 - 那我們今天其實設定了非常多的關卡 - 是 - 然後教練要帶著我們去體驗各種地形 - 也有那種比如說坡度很大的 - 還甚至於在體驗它的涉水能力 - 是 - 所以我們第一個是大險降坡 - 大險降坡 - 那當然在大險降坡 - 我要進入之前 - 我就要先切換模式 - 例如說我現在要在這個 - 我的排檔桿的右方這邊呢 - 按下這個按鍵 - OK 你看到沒有 - 那我們就讓程式來去自動控制 - 我們該怎麼樣去行駛這一個大險降坡 - 好 一個 - 喔 - 喔 - 我看起來這裡面都是乾草 - 其實覺得有點害怕 - 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會很滑呀 - 呦 - 好像沒有什麼感覺耶 - 好我們可以慢一點 - 然後透過畫面其實可以看到它的那個 - 斜坡的傾斜角度 -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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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那現在呢 - 其實車子已經開到這個坡頂了 - 當然你看現在側傾現在其實蠻大的 - 已經到了14、15度 - 慢 - 停 - 來 - 停 - 這個時候你就厲害了 - 你看我在上面 - 18度 - 那現在我必須要啟動的是HDC這個緩降系統 - 基本上我們就讓車子自動的處理下坡的這一段路 - 所以我就離開 - 我的腳可以離開油門煞車 - 我只需要控制方向盤來控制我的行車路徑就可以 - 車子會自動的緩緩的下降 - 這是一個非常厲害的這個功能 - 你現在電腦它自己判斷 - 是 沒錯 - 然後它就會幫你控制油門跟煞車 - 沒錯 - 好厲害喔 - 對啊 - 剛才的第一關算是非常輕鬆 - 是 - 游刃有餘 - 這個叫做 - 對於Defender來說根本就是小菜一頂 - 應該是Piece of cake - 是 - 是 - 真的感覺非常的厲害 - 對 - 接下來就會越來越快門了 -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這個是 - 長險深坡的部分 - 來 - 對於台灣很多的這種山啊 - 喜歡假日出遊的啊 - 你看 - 像這種坡度啊 - 我們還蠻常看到在山上 - 對 - 而且如果你要去泡茶一些產業道路 -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路徑 - 沒有撲裝的路面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- 其實非常的輕鬆自在 - 當然這個長險深坡上去之後啊 - 我也不曉得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整個關卡 - 等待著我們挑戰啊 - 其實艾達你剛剛在操作的話 - 會不會很複雜啊 - 比如說 - 我可能不知道說我這時候應該要怎麼樣啊 - 把後面加力箱打開啊 - 什麼什麼之類的 - 是 - 操作會不會很複雜 - 其實啊 - 花一點點時間是可以很輕鬆的理解 - 它的這個整個操作管 - 但是就像冠儀提到 - 如果很複雜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- 其實你只要按下去 - 按了之後 - 還有一個自動 - 然後我們觸控一下這個螢幕 - 選擇自動就可以了 - 地形反應 - 現在我都不要去管它 - 我就直接開我的車子了 - OK 冠儀現在我們來到的是這個大落差的地方了 - 你看它前面是一個大窟窿齁 - 就我今天出遊的時候慘了 - 我這邊這樣子的路 - 我到底應該要選擇什麼模式呢 - 不用 - 就是直接自動掉了 - 用自動就可以了 - 我的輪子已經懸空了 - 這個車實在太厲害了 - 對 - 而且你看啊 - 我們也感覺車體並沒有扭曲的狀況了 - 是 - 雖然在車體懸空的狀態之下 - 但是其實我們車身的仰角其實只有四度 - 那側形的角度也只有七度耶 - 因為我覺得氣壓 - 基本上這個氣壓懸吊 - 你看 - 其實這裡有四個氣壓懸吊的一個這個 - 作動的範圍有沒有 - 對 有 - 其實它會告訴你說 - 它盡量能夠維持這台車在一個水平的狀態 - 讓乘坐者是非常舒服 - 所以你看後面的氣壓懸吊是比較長的對不對 - 對 沒錯 - 然後你的這邊已經是屬於騰空的狀態 - 對 沒錯 - 好啦 - 那接下來我們要在下一關到做穿越岩石的關卡囉 - 果然也像剛剛我們用自動的模式 - 通過了這個大的這個穿越角度的這個地方對不對 - 對 對 - 那現在其實這一關是這個大立石的部分 - 其實這個很容易判斷 - 總沒有人不認識這個是石頭的吧 - 對 - 那我現在就按下去齁 - 我來選擇 - 既然有九個地形模式 - 我們就來 - 我來選擇一下 - 到攀石模式 - 我用攀石模式好了齁 - 那當然因為原廠配置的就是一個315的月野胎 - 而且是20吋的一個尺寸 - 對 - 所以呢 - 雖然它已經卡了非常多的泥巴在這個輪胎裡面 - 幾乎要變成光頭胎了 - 但是要進去這個大立石呢 - 基本上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齁 - 輕輕鬆鬆 - 油門輕盤只有1000多轉的這個速度呢 - 我們就可以通過這樣子的一個大立石的這個波道了齁 - 而且啊我覺得神奇的是說 - 一般我們之前去體驗的一些月野車子 - 它的車身晃動是比較大的 - 對 - 可是坐在裡面我們剛剛其實第一趟我是坐在後面的 - 是 - 我在裡面還可以滑手機耶 - 是啊 - 我會覺得說這個車其實你即使offroad - 或者是onroad啊 - 表現其實它的舒適性 - 在裡面都不會覺得不舒服 - 沒錯 - 那麼接下來冠儀 - 你看到我們的右前方沒有 - 亂石 - 有一個亂石區齁 - 我們現在前面那個大立石嗎 - 是 沒錯 - 而且這是圓形的 - 超大的鵝軟形 - 剛才那是屬於方形 - 現在是很古溜的圓形 - 是 - 我看一下 - 哇塞 - 歡迎我們現在來到的是這個側傾坡 - 我先跟你報告 - 我們New Defender呢 - 最大的爬坡角度可以高達45度 - 那在側傾的角度也允許到45度 - 那待會我看了一下 - 這一個側傾坡大概沒辦法做到45度啦 - 對 - 但是我想2567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了齁 - 你看看 - 超過了自己的 - 現在的側傾角度一路在顯示齁 - 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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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- 已經23度 - 已經23度 - 24度了齁 - 25度 - 26度 - 27度 - 28度 - 坐在車內的很緊張 - 欸欸欸欸欸欸 - 妳看 - 我們一停下來 - 其他旋道去修正 - 其實它的側傾角度就變少了齁 - 妳看我已經懸空在半空中了 - 很刺激吧 - 真的很刺激 - 這就是一個車很強悍的地方齁 - 它隨時都可以控制它的這個車輛 - 現在呢 - 這一段呢 - 算是產業道路 - 不過呢 - 我知道前面有一段小直線 - 所以我準備來試一下 - 這一個2.0升鋼內直噴渦輪增壓 - 高達300匹最大馬力的引擎 - 以及400牛頓米車的加速 - 在這台三頓超過5米的車子上面 - 到底有什麼樣的感受 - 準備好了嗎 - 準備好了嗎 - 準備好了 - 全油門 - 謝謝大家 - 其實這加速力道蠻快的耶 - 是 - 完全沒有 - 就是坐在車內你也是穩穩的 - 對 - 也不會覺得說害怕 - 沒錯 - 對 - 你看到右前左前分別有兩個這個大洞 - 這個大窟窿 - 對 很深的洞 -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車子呢 - 進入這個砲彈坑之後呢 - 會有產生非常大角度的對角線的大落差 - 其實可是感覺好像如履平地耶 - 對 - 對 - 這真的不是誇張 - 只是車子一點點傾斜 - 因為沒辦法這坑實在太大了 - 但是呢你看看 - 非常的輕鬆 - 其實我的右前輪應該已經是懸空的狀態了 - 對 - 現在落地了 - 我感覺好像落地了 - 慢慢慢慢呢 - 我們就完成了這一關炮彈坑的挑戰 - 哇真的是很厲害這台車 - 有沒有難一點的啊 - 這個超凝臨的吧 - 好深喔 - 而且很濕耶 - 滑溜滑溜 - 滑溜滑溜 - 喔好滑溜喔 - 沒關係我知道我要什麼時候用油門把它開過去 - 哎唷 黃金六角 - 好 -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水坑了 - 耶 - 剛剛有其他的媒體在裡面脫困痕 - 困在裡面然後一直在裡面不知道該怎麼辦 - 其實角度也很重要 - 我覺得我有ATPC的六成功力 - 應該有 - 其實安達你可以示範一下ATPC - 它到底就是 - 如果說真的沒有像你技術這麼好的 - 是 - 我們用ATPC應該怎麼操作 - OK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這個地方已經變成綠色了 - 變成綠色 - 基本上呢我就 - 這個時候我要行駛的時候 - 我就可以利用這個模式 - 我油門煞車都可以不需要去控制了 - 這就是可調式的地形反應 - 是 你看它現在下水 - 我都沒有踩 - 我都沒有踩 - 就是等於有一點點像它是自動駕駛了自己 - 對 它自動駕駛 - 在那邊控制 - 其實下水坑自動開滿恐怖的耶 - 你知道嗎 我從外面看啊 - 我們有一半的車身是在水裡面的 - 所以其實它最高的涉水深度可以到90公分耶 - 90公分 很厲害 - 很厲害 - 我們現在的水坑大概60 - 大概 我覺得不止耶 - 不止70 - 因為它出水坑輕輕鬆鬆 - 你都沒踩 - 我都沒有踩 - 其實一路都是用這個ATPC自動的來控制 - 我都沒有踩油門煞車 - 我覺得如果啊 - 爸爸買了這種車啊 - 然後小孩坐著說 - 爸爸你的技術好厲害 - 結果原來是ATPC自己在開 - 是 - 有一種莫名的優越感 - 真的 - 好啦 - 那這個X交叉走 -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個難度頗高的關卡 - 應該可以說是今天的體驗來講 - 難度最高的一個關卡 - 是 - 不是走這裡啊 - 我不要走簡單的路線 - 交給車嗎 - 是是是 - 你看我真的都沒有踩油門煞車啊 - 我只有控制方向盤 - 瞄準的最大的這個大饅頭 - 我們就可以上去了 - 所以這是一個今天 - 今天最難的這個關卡 - 對 - 都可以採用自動控制來去做行駛 - 我就可以輕輕鬆鬆的 - 攻克任何難度的地形 - 欸這什麼叫做爬山涉水 - 是 - 今天才是真的感受到 - 真的 - 真的 - 運氣